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儿子又要走了 七年前 我背着您走 您走的时候 儿子都没 没能看您 儿子不想 妈 这次我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看 对不起 梅子 哥呀 也许啊 没钱送你出国了 如果都烧 我早就不想了 哥 我要和你一起走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不定会出去挣钱吗 我可以帮你的 出去挣钱很辛苦 我不怕吃苦 那也不行 梅子 你不是刚找一工作吗 你呀 先干 哥 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回来 另外呢 我觉得小刚这孩子挺不错的 以后 他有很大的发展 我觉得这事 你可以再考虑一考 我会考虑的 老刘啊 你这样 今天晚上定个地儿 对 今天晚上 我们把这事还给了了吧 好 就这样 大妈 你有事啊 我一会儿打算出去一趟 但是不急的 进来坐会儿吧 好 来 那个 那什么样子 我 我有点饿 行 我马上给你下来饺子 再弄两个菜 好 您等着啊 今天晚上的中国代表大会 有多少人参加 有一百多人吧 一百多人开会啊 那那坏蛋 刘厂长不都知道了 没事 妈 有人在学校 接了个大教室 我们不去厂里边了 这样好 谨慎点好 嗯 杨夕参加吗 去啊 我马上会去接他 哦 我赶紧走了啊 来 来 儿子 来 我们送送爸爸 紧慎点啊 来 送送爸爸 来 送送爸爸 来 走走 快快快 来 走 来 雨果 来 我怎么老觉得 这个心里还不踏实 没事啊 放心吧 儿子 儿子 跟爸爸再见 爸爸再见 嗯 好 听老婆老爷话 好吗 好 嗯 好 我去了 你多注意啊 好好 于广哥 我想跟你说个事 来 您到了 来 我自个儿了 自己的 想你 哎 快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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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拿个杯子过来 哦 你来啊 来 王剑 这杯酒算是我为你送行 杨夕 来 你也喝一杯酒 给王剑送行 送您行 是 他要走了 像七年前那样 又要跑了 真的吗 王剑 是的 你去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也许明天才知道 不能再走了呀 我一定会想 你 邱剑 你以为我真是来给你送行吗 我不管你对我什么看法 有什么意见 我不管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再走 为什么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正以执贷会的名义 请求市国资局 冻结了茅房厂账面上的所有资产 也包括你的股份 你现在这个时候 要是跟刘厂长签订了股份转账合同 对这个事情会带来很多麻烦 我现在都这样 你们为什么还这么逼我 这不是逼你 是为了保住你的股份 这不是我一个人想这么做的 这全场的职工 集体向市里请市才这么做的 今天下午我们也自发 开一个职工代理大会 就是想再搞一次几次 想把这个既改项目再启动 我跟你说 如果这个既改项目一旦启动 你这些问题 那些困难 就都解决了 是真的 王弟 这些天 郁广一直都在跑这件事呢 你们大家的好意我心 但是明天我喊谁 为什么呀 我觉得这个地方 没有我什么流量 我也没法呆意他 杨基啊 我想跟王姐你单纯说几句话 好吗 还记得七年前你走 我把话说白了 七年前你要是不走 我们三个人 不愧是现在就要了 我把话说白了 你的事儿 我一直觉得对你有亏 任同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 太自私了 你以后都一样 都不太懂事儿 干什么事儿 从来不照顾别人的感受 一光 不瞒你说 其实这么一个年 杨夕在我心里真的很重 她的影子 我试图多少次都想给努力 但是努力 我对杨夕的感情是一种亲情 只要杨夕好 杨夕幸福 我心里就输了 那你就是她亲的女儿 对不对 那王姐你想过没有 七年前你走的时候 你想到她的感受是什么 想到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没的是你亲妹妹 杨夕 师父 师母 还有杨刚 其实他们早就把你当成 自己家里人 当成自己的亲人 最后一个还有我 您想到咱们俩过去 那段像亲兄弟一样的日子 一起哭 一起笑 你为我挡酒 考试我替你作弊 还记得吗 都记得 好好我心里想一想 我们那时候的感觉 再想想 你走以后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拍拍屁股就走了 王姐 刚才 刚才每个人都跟我说 你要走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 就是我 可发誓 这回 我是绝对不能让你离开我 你知道不知道 我真的会过来 让你帮助 我 让你帮助 帮助 我 让你帮助 我 帮助 帮助 你永远都会好凶的 那个 开会的事呢 我就不去 你为什么 我来的时候 给刘长长打一电话 跟他约了今天晚上进去 我想看看他到底是干什么 也行 那这样我们俩先过去 有什么情况我电话里也行 好 好 什么有机会了呢 金总 张光 再见了 好 好 好 再见了 再见 再见 三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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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总 三主任 好 再见 我也希望就在你身上了 咱们得共同努力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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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吧 好 好 好 拜拜 杨姐姐见 拜拜 喂 杨姐姐 我们俩今天见个面好吗 不行 今天没有时间我 不管你有什么事 今天我必须见到你 我在老地方等你 一会儿见 好 杨莎莎说有特别要紧的事找我 行 那你去吧 你先回家吧 你先回家吧 杨夕啊 到家别忘了给我打个电话啊 哦 喂 杨夕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吧 有时间咱们坐下好好唠一唠 现在我就在厂子里边 你过了一趟了 现在想跟我谈谈 还有这个必要吗 有什么事 咱们坐下当面说嘛 是不是 哎 丁公 跟你说心里话 其实卖掉工厂 包括王晋卖掉股份 这都不是我的本意 你是知道的 我对工厂还是有感情的 我是希望 咱们能把那个技术改造再搞起来 其实 我还是很看重你的才能的 是的 那个王晋已经来了 你过来吧 你 我 还有王晋 咱们三个坐在一起 一会儿聊一聊 好吧 那这样啊 那我现在有点事 现在过不去 待会一定过去 好不好 好 我俩等你啊 你约郁馆来谈什么呀 还能谈什么 让那高抬贵手 对咱们两个手下留情呗 约郁馆 嗯 还记得这家酒楼吗 记 你说 都过去七八年了 这个酒楼还在开呢 是不是 就是为了等咱们俩今天 今天 今天 好了 不用说这个了 看把你门上 这是属于你的四十万 说好 不用 杀人 我说够了 这个钱我不能要 黄敬的案子 我已经决定撤锁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不过这个钱你必须要收下 谢谢你的少师 那这个钱我也更不容易 你想 这二一处 你的损失就更大了 有比市区你更大吗 说心里话 我并不情愿这么做 但是看到你对王晋这么的有情有义 真的让我特别感动 为了你 我觉得挺值得 方总 我告诉你 丁公他们现在正在召开临时的职工代表大会 说白了 他就是想把你和我都搞垮 现在不管你情愿不情愿 我们两个可是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啊 丁公这个人哪 他就也有个小动作 是吧 你记不记前几个月 他不刺耳别 还把图纸给拿走了 最让你伤心的是 他背着你 偷偷地跟杨夕结婚 小人 可惜啊 小人得罪不起 怎么办 现在只好求人家了 那 你准备怎么求的 这是转让合同 对方都已经签字了 就差你的大名了 不是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个合同我不能捡 为什么 不是啊 因为你说的 跟玉广说的完全不一样 你说玉广要搞垮我 而恰恰他不是要搞垮我 他是想帮我 我说你这么聪明的人 那他的话你也信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师父就是这么教我 另外你说你跟玉广约来了 那也好 我们三人确实应该 好好坐来一块儿谈谈 但是刘厂长 我奉劝你一句 别再往歪路上走 你说我们三个人 齐心协力把这厂子 重建起来该多好 我说王总 丁一广说的话你也信 他说要把这个厂子 重新建起来 这可能吗 为什么不能 我跟你说 往大了说 在我们纺织系统 我们工业局是吧 我们根本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往小了说 就我们那个破厂子 就那破机器那设备 那早晚的事说不定哪一天 就天灾人祸 那工厂就防盗无塌 一塌糊涂什么都没有了 包括那股份都没了 你是不是盼着天灾人祸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今天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 我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清楚 在这个厂子年头你应该比我多 我们不谈你跟这厂子有没有感情 但是有一句话 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恶有恶报 善有上报 王总 王金 你有什么权利教训我 我当然有资格教训你了 因为在这件事上 我算是过来了 这玉广啊 跟我说过很多次 说商人应该有商格 就跟做人一样 我也劝你 现在还不晚 你别跟我扯别的 是吧 你要不想跟这个倒霉的厂子同根于俊 那我就再打砸合同 不用 有一句话 叫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我就跟这厂子磕了 我怎么发现你这个人这么叫呢 喂 我就是 我正开会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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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彻底没电了 谁找你啊 要不要用我电话回一下 算了 可能是催有回厂子去 王总 我没说错吧 这个丁玉广还跟我讲几条件了 我说他吃吃不到 不是 我说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是玉广给你打的电话吗 是啊 你还不相信呢 他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 还不是争名夺利 他那肚子里那是什么新鲜东西 来 玉广 我们喝完这杯酒了 你就忙你去吧 帅哥 帅哥 你打算怎么办呢 以后 还像 今天前那样的 我再问你 你以后到底怎么打算 我 其实今天 我是向你来道别的 明天就去加拿大了 来 祝我一路平安 来 喂 我丁公 你怎么搞的 会还没开完吗 你看 我跟王总都等你半天了 你快点来 来 马上 好 来 一会儿见 你看 又来了 不知道又谈什么条件 这个是我跟他的一点小秘密 我到那边接一下 喂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刘厂长 我的朋友可不能像傻瓜一样 在你的工厂里白白等一个晚上 你那位姓丁的工程师 如果再不来的话 那就怪不得我们 我们只能让他发生成火灾 我们就齐活了 你告诉你的朋友 就是等上三天三夜 你得打 他现在关机了 我跟他联系不上 但是他肯定会来的 我跟你说 我要的不是车间的一场火灾 我要的 是他跟车间一起消失 你说的是跟谁一起消失 你 你是不是一伙 王金 好不好 我走了 你听我解释 跟谁一起消失 不是这么回事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说 跟谁一起消失 说 跟谁一起消失 哎 一个人在外照顾好自己 遇到什么事别太较真 最好能找到一个 知道疼你的人 明天我送你了 明天我送你了 不用了 省得到时候我又 伤心难过哭得不行 一光 我真的 希望你好好的 好 跟杨夕好好的过 好 我说 小哥 快点 你一定照顾好你自己 还记得 我走了 保重身体 再见 喂 师傅 我 黄进啊 您知不知道 郁广去哪了 怎么了 您知不知道 师傅 这样 如果郁广回来了 你让他马上给我打一电话 你 喂 杨夕 郁广先生在哪 郁广跟莎莎在一起呢 好 没事 没事 喂 喂 喂 你山上吗 我是 我黄进 你好 郁广师傅跟你在一起 他没跟我在一块 他现在肯定跟你在一起 你这样 你让郁广接电话 王晋 你放心吧 我已经决定不起诉你了 你让郁广接电话 你这么急找他有什么事啊 那他没跟你在一块 他去哪了 刚才好像有人 请他去厂那里了吧 去工厂了 好 谢谢你 师傅 去一下盲工厂 好嘞 师傅 您弄得快点啊 我嘞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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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初 WrestleMania精 好了 評岳 下车 rr 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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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咴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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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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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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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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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恨我,不原谅我,都行 但是杨夕,你一定要等我 杨夕,你答应跟我结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幸福 我觉得没有人能跟我的 所以,我得到这个幸福 我不能一个人享受 我也得把它全都给你 这才不冤枉你把这辈子交给我 男人爱一个女人,可不是简单的事 女人是要让男人心疼的 是不能受丁脸委屈的 你在我心里就该这样 可是,我却眼看了你为我受欺负 让人说三道四 我算什么男人 我发誓,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要让你成为这个城市最受尊敬 最幸福 在这个世界上,你说想要什么 它都能马上送到你面前 将来,你就是这样的女人 将来,你就是这样的女人 杨夕,你一定要等我 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 可在天底下着 我是最爱你的那个人 别人,都不能给你幸福 如果这辈子 你不想白活 那你就 那你就 必须等我回来 一定要等我回来 一定要等我回来 没时间 刘洪不要 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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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 跟我一声 养 老头子 下来 别叫了 鸽子都给你吓跑了 跑就跑了吧 你下来帮帮忙 你说一大家的人吃饭 我一个人我忙不过来 说好了吗 孩子们马上就回来了 你想干活还轮不上你了 马上就回来 都这时候了 我一个人都没见着过 行了行了 你赶紧回屋去吧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快点 你姐呢 我姐姐想想去了 快请点 这什么呀这两大小子 这饺子 杨姐说了今天主持人 就是这个 饺子好饺子好 饺子就饺 越喝越有 老头子 今天可不许多喝 你看你看又管我 我姐回来了 杨姐回来了 杨姐回来了 我也是 我 我 哎呀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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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没回来呢 现在不一样了 玉广现在的责任大了 我说 是上下班骑自行车能习惯吗 这么不习惯呢 从我到大不都骑自行车 那好啊 那以后厂部不给你配车了 那哪行啊 不配车哪行啊 该配车还得配车 不行 不配 让你陪我天天骑自行车 陪你骑自行车行 但是该配车 还得配 苹果来喽 来 八八八 放点 你们瞧 你们瞧 新任的王王厂厂厂长 副厂长到齐了啊 你还别这么说 我跟你说 他现在是厂长 我现在你这是什么 销售副厂长 俞广 我跟你说 你这厂长得好好干 你要不好好干 哪天啊 说不好 我就把你这位置给定 师傅 你得好好监督一下 我想问一下 那个姓刘的厂长 法院什么时候开审呢 快了 法院的人说 这案子基本上查清楚了 爸 今天大家都挺高兴的 你替他干嘛呀 对 对的 咱们不提这个了 来来来 行了吧 我看这不人都到齐了嘛 就赶紧的吧 对 不对啊 我怎么觉得还少一个呢 少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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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王杞认 мин接一下 快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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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